公路总局召开说明台九线三名聚落段道路拓宽工程新办事业计划概况 还有对第一场公厅会土地所有权人及利害关心人陈述意见回应及处理情形 也听取了土地所有权人和利害关心人的意见 公路总局召开说明台九线三名聚落段道路拓宽工程的新办事业计划概况 以及对于第一场公厅会土地所有权人以及利害关心人 陈述意见回应以及处理的情况 并且也听取土地所有权人利害关心人的意见 一定要两次的公厅会完了之后 才可以继续办理我们用地取得的作业 那用地取得作业就包括了先行的查顾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用地取得协议说明会 以后还会召开不说明 那个时候就会很清楚针对我们用地 到底用了几个平方公尺 几个平方公尺 几个平方公尺 就是多少的面积 然后你上面有多少的地上物 我们都会清楚的查顾过了之后才会知道 因为现在讲是太综统 可是猜多少每个户都不一样 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各位每个户 如果你要知道大概多少可以 从我们的平面图里面 可以大概知道进去多少公尺 这只能一个大概 可是这个不能当作一个计算金钱的 社区居民以及学校听取说明了之后 纷纷都提出了意见 大部分都是对于道路拓宽的距离 高度问题提出疑问 我们的路是面积是几米 要做到几米路框 我们的路框全部都是30公尺 全部都是30公尺 整道 整道在4米左右 整个路框 那你设计好不是要多框 你们算是30公尺 还不能是30公尺 那这样子的话 两个房子都会拆掉 所以我们在做框之后 按照上面来看的话 好像路面高度的地方 可以做个简单 可以做个说明吧 因为路面高度 我们当时学校有提 就是希望校门口出来到 外面台九线的路面高度 要一样的高 但在图缩上面 好像看不出来这里 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公路总局表示 现阶段办理宫廷会 目的在于持续听取民众声音 并且来解决相关的疑虑 期望在地的民众 能够继续给予支持 使花东纵谷安全景观大道尽早完成 建造一条符合地方 大多数民众期待的道路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